再忙,也要陪你喝杯咖啡 饭后或休息时间 不妨小撮杯香醇的咖啡或茶饮 不仅能够放松身心 还具有预防脑中风 活化大脑的健康疗效 日本健康网站deamondonline会整了最新研究资讯 要告诉你每天该喝多少咖啡 茶饮才有效 还有正确喝就能远离脑中风 提高记忆力 预防心脏病及糖尿病的健康撇步 无关咖啡因 每天两至三杯就能降低脑中风几率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部 Robin Van Dien教授表示 调查追踪8万名以上的女性 发现比起完全不喝咖啡的人 每天喝两至三杯咖啡的人脑中风几率少二成 而每周喝五至七杯的人脑中风几率并不会下降更多 仅会下降百分之一十二 至于预防脑中风的效果是否跟咖啡因有关 前述研究把咖啡因提出以后发现 就算不含咖啡因成分 咖啡也具有预防脑中风的效果 Robin Van Dien认为 有可能是咖啡多分所发挥的效果 但目前仍不确定是咖啡中的何种物质可以预防脑中风 黑咖啡少加糖奶才有效 五种人当心饮用过量 不过另一项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D.L.V. Lipspan教授发表的研究则发现 40岁以上具有喝咖啡习惯的9384人之中 比起每天喝一至两杯以上的人 每天喝6杯咖啡以上的人发生小中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几率少4成 可知咖啡确实具有保护血管的功能 研究中的一杯咖啡为240毫升 约含有100毫克的咖啡因 且为黑咖啡 或是仅添加少量的砂糖、奶球 若是喝拥有大量鲜奶油的维也纳咖啡与甜咖啡 恐导致肥胖与糖尿病 孕妇则应控制在一天一杯为佳 若为失眠症、焦虑症、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也不建议饮用过量 每天三杯红 绿茶护心又活脑 亦能预防糖尿病 不仅是咖啡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部 具有双倍效能 Lamore Era认为 有可能是茶中所含的某一种儿茶素 或是茶暗酸所发挥的功效 英国健康网站L-YMLONLIN提出的研究则显示 八名受测者饮用一杯绿茶或红茶后接受脑部活动测验 发现在饮茶后一小时内 脑中有助于提高专注力与记忆力的三个脑波的活动增加 尤其在30分钟内 与记忆力相关的波有最显著的变化 美国纽塔索大学Edward R.D.教授的研究也发现 每天喝3-4杯茶有助于波增加 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 同时也具有预防第二型糖尿病的作用